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来说说 灵牙之旅的心得与深度解析 首先看到标题 有些观众可能觉得太过浮夸 这部没到神作 虽然每部电影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神作对于每一个人的定义更是不尽相同 是好笑、好哭 又或是票房冠军 而我认为灵牙之旅是神作的原因 是超越电影娱乐观众的本质 给了灾难幸存者继续前进的动力 毫无疑问是近年来 最深刻影响日本的动漫电影 这部光在台湾抢先上映的短短三天 就冲破了前晚票房 甚至许多观众给出超越你的名字评价 这部电影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在影片的前面一小段会说说无雷心得 影片后段将用更多的时间 深度解读人物与各种细节 首先故事主轴 大家都知道是在讲述灾难 片名在最初占定为灵牙的门锁 值得除了是预告中的灾难之门 更意味着灵牙经过某些事后 上锁的心 现在翻译成灵牙之旅 确实非常完美 对观众来说是一趟疗愈动人 同时有惊心动魄的旅程 在新海城三部描述灾难的作品中 你的名字努力去改变未来 天气之子 真诚地做出选择人生 而灵牙之旅只有着接受命运 灾难从门中出现 而主角为了关上门展开旅行 整部电影虽然是描述天灾 却不是滥用悲剧引人落泪 相反的细腻描写幸存者的内心伤痛 用一趟奇幻精彩的旅行 明白活着就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每个角色个性鲜明 栩栩如生 人物之间的互动更是温馨充满笑点 尽管剧情中有少部分的缺点与不合理 如爱情描写与白猫剧情的转折 但瑕不言于 虽说不完美 不过电影想传达的含义 以及各种情感方面 对于灾难后的人们 给予最温柔善良的鼓励 这次指导的剧情故事 比以往更加细腻与动人 是一部效忠带泪 今年绝对必看的电影 导演星海城 总是以惊人美丽的画面著名 而这次灵牙之旅 依旧让我们看见 写实美丽的画风 在电影中的主题曲 依旧动听感人 那让观众起鸡皮疙瘩的轻唱 可是导演亲自挑选 尤其是锁上门的各种音效 非常写实震撼 整部电影都以12年前 三一一大地震作为主轴 导演星海城 用几乎完美的手法 希望能用不再次 伤害受难者的方式 给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并且也让年轻的观众朋友 明白过去有段悲痛的历史 总结来说 灵牙之旅 不只让人落泪 更是让我们明白 活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接下来就是人物的深度解读 以及细节补充 建议看过电影后 再来继续收看 首先关于灵牙的门 其实就是象征着 三一一地震后 幸存者不愿想起 与面对的回忆 灵牙外表看似勇敢开朗 与抚养自己长大的阿姨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实际上在灵牙四岁时 母亲因为三一地震的发生而过世 而灵牙身为灾难的幸存者 却很少她想念母亲的画面 也许当时年纪太小又或是太悲伤 她仿佛遗忘那段 失去母亲的痛苦回忆 在房间内充满着 成为护士的各种书籍 这些细节除了象征思念 灵牙更想与妈妈 拥有更多的共通点 而在电影中总是危险的时刻 灵牙都会脱口说出 侵蚀自己生命的话 例如不怕死 又或是活着只是运气好等等 而当灵牙回顾自己小时候的日记中 在三月十一日那天之后 都用着黑色蜡笔涂黑 更象征着那一段悲惨黑暗的时光 耳门象征着 死者才能前往的尝试 灵牙不论是在梦中 又或是在现时 始终都想透过门前往尝试 这更是安于了许多幸存者 因为家人罹难 都会有着悲伤到 无法活下去的想法 而灵牙与自己的门 贯穿整部电影的剧情 门除了象征着灾难与尝试 更象征灵牙始终封闭 锁上的新门 在门的另一边 四岁的灵牙痛哭 找着失踪的妈妈 对比于长大后的灵牙 这一幕除了是电影的最高潮 也是让我喷泪溃体的部分 门中揭开了当时的灵牙 有多么无助与害怕 长大的灵牙 却不是说出要勇敢活下去 而是带着肯定与坚定说着 你会好好长大 另外他也说了 我是明天的灵牙 这里为什么不是说 未来的或是12年后的灵牙呢 那就是因为明天代表着 一直都会持续下去 这一段灵牙 除了拯救小时候的自己 更面对过去 不愿想起的伤痛 同时鼓励着 一幕后的日本幸存者 或者会遇到更多人 缠身连结感受到更多的爱 另外不晓得观众 在画面中有没有注意到 灵牙身边总是有蝴蝶翩翩飞舞 在佛教中象征着 逝世者的灵魂 回到爱人的身边 而蝴蝶也与灵牙 最喜欢的黄色一致 可能就是母亲的灵魂 始终跟随与保护着灵牙 接着我想先聊聊 对于灵牙最重要的阿姨 盐护环 从许多细节都能看出 她对于灵牙 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充满爱 竟知道让人羡慕的便当 以及地震发生时 特地跑回家 只为了关心灵牙 在12年前 她慌张寻找 去见妈妈的灵牙 第一句 不是责备灵牙的乱跑 反而是道歉说出 太晚找到你 那无条件深刻照顾 与爱着灵牙 让人羡慕以及动容 不过相反的 也许这对灵牙来说 是一种压力 自己是害阿姨 40岁还嫁不出去的脱油瓶 这探讨情人间的 为彼此好 也许是一种 无形的压力与伤害 两人最终坦诚内心与可解 最后阿姨无条件支持灵牙 追寻自己所爱 在一旁陪伴 无疑是最好的母亲角色 这骑着脚踏车 也是电影中 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 灵牙这里有许多 坚强独立的女性角色 导演也间接强调 日本女性的坚强与活出自己 关于男主角 忠向草态 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大学生 为了自己的目标 当上老师奋斗四年 却也毫无怨言 接下家族的工作 闭门师 到处旅行 将灾难之门关上 为了理想与使命 而持续前进的角色 虽然这个男主角的戏份 非常重要 但存在感与对故事的影响 却没想象中的多 甚至为了电影的娱乐张力 被诅咒成椅子 不过还是来说说 草态的人物魅力 根据朋友秦泽口中 草态总是太过于关心他人 并且将自己 放在许多人事物的后面 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 而牺牲自我的暖男 甚至成为椅子后 贴心温柔照顾两个小孩 不让人要打翻 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 就当草态知道自己 即将成为药石 将会失去生命 成为风影蚯蚓的关键 起初那坦然接受的态度 就连祖父也说那就是草态的命 这里也包含天气之子中的议题 从牺牲自己 与拯救上万条人命 两个选择之中 选择自己活着追求幸福 是否算是自私的行为 草态也因为在旅程中 认识林牙而有所转变 尽管这部电影在爱情方面 刻画没有太过深入 但林牙那冒险拯救自己 以及积累已久 致死不渝的信赖 却也让草态最终说出 自己不想死 那一刻真正遵从 内心欲望的动人呐喊 也是电影中最精彩的画面之一 另外补充关于草态 在关门时念的台词 由于土地承载人们的生活回忆 就当因为各种原因 成为废墟 导致蚓从门中现身 引发地震 这时闭门师所念的台词 就是向类似土地公的神明道谢 并且将土地奉还 导演也曾经说过 关门这个举动 是把人类租借的土地还给神明 接着关于白猫大臣 是电影中最让观众 产生无法理解 与给出负评的部分 不过先来聊聊 关于为什么神明是猫的彩蛋与解析 第一点就是灵牙之旅 受到宫崎骏 模拟宅疾变的影响 主角有着猫的陪伴 一同成长 第二就是在古时候 猫能够抓老鼠 保护农作物 被视为非常重要神圣的动物 甚至在民间被认为 是通往神秘世界的向导 第三就是导演辛海诚 是个猫奴 在创作时间 甚至领养两只猫 一只猫就被命名为灵牙 回到电影的白猫大臣 原本身为九州 镇压蚯蚓的药石 意外被灵牙解开封印后 善离职守 并且对讨厌的草态 下诅咒成为椅子 这种邪笑的画面 让所有观众认为是反派 而大臣所到之处 必有灾难 甚至灵牙气到 差点把猫用力摔下 违反动宝法 然而之后 才逐渐了解 大臣身为神的存在 为的就是替灵牙 指引下一个 蚯蚓开启的门 尽管大臣任性 将药石任务丢给草态 而最终却为了回应 当初灵牙各种温柔行为 如电影开头问的 要不要当自己家的猫 以及贴心喂小鱼干等等 大臣为了让灵牙开心 才又自愿变回钥匙 虽然是电影中 最容易被吐槽 与不合理的地方 然而大臣那可爱的行径 甚至失落变回皮包骨 都可怜到让观众立刻原谅 他像一只真正的猫 尽管顽皮 却又可爱到 让人难以生气 接着来说说 比主角更受欢迎的配角 秦泽彭也 揽金法 佩戴耳环 戒指 项链 慵然又带有一丝 坏男人的气息 完全被认为渣男 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秦泽 却出乎所有人 预料的重感情 他其实性格沉稳 爱管闲事 即使爱车被撞坏 丝毫没有生气 不过却为了草泰 没来考试 白费四年而愤愤不平 甚至想找到好友草泰 不惜说谎 开车跑遍 打半个日本 对琳牙的信任 与草泰的友谊 绝对是最充满魅力的角色 这家伙真的好到 让观众期待 他与阿姨展开的恋情 那抽烟先问过 同车的乘客 以及自带拥挥带 几乎是极度体贴 温柔的行为 再加上那敞篷坏掉 却笑着淋雨继续前进 更表现出角色的乐观开朗 在最终 他对于琳牙情绪发泄与忍漠 却给予适当距离以及空间 种种也都是秦泽 超全粉的原因 接着关于在门中的灾难 蚯蚓 其实在日本过去文化中 引发地震的四年鱼 让电影用蚯蚓作为代替 我个人猜想是因为描述天灾无眼 任何种族地位 一切都平等 比起碾鱼 蚯蚓更加没有情绪与恶意 单纯就是与人类一样 存在于这个世界 这也呼应辛亥称 从来不将电影中 加入任何坏人与反派的原因 另外其他配角 温暖且有趣 让人难忘 例如对灵牙象征友谊 同年龄的高中少女千果 以及让灵牙 明白母亲辛苦的单亲妈妈 刘美 虽然对剧情影响不大 却是必要的存在 路上认识的人 帮助与照顾灵牙 象征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流动 也许平时人们 过着各自的生活 但需要帮助 又或是灾难发生时 总是能够凝聚人心 而互相帮助 就是最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辉 最后电影中用开锁的特写镜头 来做结局 不只呼应电影的开头 更象征解开灵牙过去上锁的心 加上最后那句台词 欢迎回来 可能也暗示着 我们每天打开门锁 迈入房子中 能见到家人已经熟食幸福 最后不晓得大家对灵牙之旅 最喜欢的画面是什么呢 看完电影 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 又或是超级感谢来支持我 制作更多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点赞 看